哇 哇天 太漂亮了 一则充满谜团的汉代布 在青岛被发掘出土 这是一个让专家都看得眼花缭乱的大型墓葬 这座2000多年的墓葬被考古人员打开之后 在棺果内竟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遗骸 取而代之的则是满满的一棺清水 棺果内的随葬品金光闪闪 在清澈的观影之中十分亮眼 体现着他的不凡规格 专家看到之后都忍不住诗声赞叹 一件件造型精美形质复杂的随葬品 更是让专家看得眼花缭乱兴奋异异 随着墓主人尸骨的出现 专家发现他竟然深藏金龙玉玺 口含金龙宝珠 墓中更是出土了只有传说中的高级葬具 如此高规格的墓葬 他的主人到底是谁 为何在史书之中没有着关于他只言片语的记载 而接下来发现的惊为天人的陪葬品 更是吓得专家惊呼不可能 大家好 我是蓝鱼说 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一起揭开 神秘的狼牙汉墓背后的秘密 2017年6月 在山东青岛的黄岛区 因为基建施工导致一处汉墓群现身事件 专家得知后 立刻组织人手进行抢救性发掘 专家经过对墓葬进行初步勘探后确定 此处墓葬群年代为西汉晚期建成 因为西汉时期青岛属于狼牙国管辖 于是整个大墓的形质都称为狼牙敦式风土墓 随后专家开始对大墓上层进行清理发掘 在清理完棺果上方以及周围的泥土和残渣之后 专家惊讶地发现 这句2000多年前棺果竟然光洁如新 散发着悠悠的黑光 仿佛如同昨日才下葬一样 并且在棺木盖板上 还有着几道类似胶带一样的痕迹 内棺的与众不同 让考古专家开始认真了起来 紧接着考古人员开始使用撬棍 起开棺果的盖板 只见棺果内的棺叶如同泉水一般往外喷涌出来 专家透过缝隙向棺内看去 但却无法看清棺内的情景 于是专家组织人手开始将棺果的盖板拆卸并抬了出去 棺果内部的景象显露出来后 专家发现尽量还有一块木板 在检测后发现这块木板 或许是用来隔绝外界的空气 木板之下另有乾坤 在干板移走了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接下来的景象惊得呆在了原地 只见棺内不见尸骨和陪葬品 而是满满的一汪沉淀千年的清水 棺内有着如此清澈见底的清水 这在考古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先例 透过清水可以看到棺内闪着阵阵金光 专家知道这是随葬的精气 于是使用小刷子轻轻擦去上面的淤泥 精气上的光芒更是夺目 正在发掘的这处墓葬群经过勘探大约有60多座墓葬组成 其中出土的汉代瓦道更是不计其数 就在大家都沉浸在棺内的场景时 在瓦道上专家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在处理瓦道时专家发现 在上面竟然刻有着千秋万岁的字样 出现这种词汇莫非这座墓葬群是一处皇室成员的安息之地 并且在对其他古墓进行发掘后 专家发现这些墓葬全部都是等级很高的墓葬 于是他们初步判定这是大概率是刘氏家族墓 西汉时期 刘姓可是皇族姓氏 但是西汉时期的都城远在长安 狼牙国距离当时的国度如此之远 为何这些皇室宗族会埋葬在这么远的地方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能在揭开墓主人身份之后才能解答了 于是专家开始继续对墓主人的棺果进行研究 此时经过观察专家发现 在棺果的清水之下有着一个大型的墓盒子 能够在墓主人身边陪葬的墓盒子说明 这个盒子中的物品一定十分珍贵 更是极有可能存在的记载墓主人信息的线索 专家开始直接赤手伸进去 想要将墓盒掏出来 但是几次尝试后都没有成功 只能先将墓盒上散落的物件取出 来尽量保护墓盒的完整性 当这个物件从水中取出之后 专家发现它竟然是由金丝镶嵌金箔装饰而成的 随后又看到水下墓盒上 有四只十分显眼的纯金吃虎 在汉代写所中吃虎所代表的是极高权力的象征 墓主人的身份到底是谁竟能用如此高规格的造型造具 带着这个疑问 专家先将金丝木条包裹起来 避免它和空气过多接触受到损害 随后继续进行更深处的清理发掘工作 借助水的浮力 考古专家将墓盒缓缓从棺内取出 终于取出了这个神秘的墓盒 墓盒被取出后 专家近距离的观察发现 这是一个做工十分精良的金箱玉箱子 由树根木蝎子拼接而成 仔细清理了之后 专家更是看出来四只吃虎雕刻的十分威严 在墓盒顶部被提取出来之后 专家发现墓盒整体是个外方内缘的造型 在正中间还有只墓质包裙的乌龟 经过研究专家发现 墓盒的作用竟然是用来放置墓主人头部的 并且在墓盒底部 专家还发现了一些墨迹的存在 墨迹所书写的是一组十分神秘的数字 这些数字在被水浸泡2000年之后 依然十分清晰 让专家们连连称奇 然而这些神秘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也让专家开始感到疑惑 随着水位的下降 关内的物品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专家发现在墓主人腿部 竟然被竹子编着的箱子包裹住了 在专家拨开这层四只品之后 其中的物品让专家兴奋的蹦了起来 水中竟然有着一块文字清晰的墓毒 上面的银头小字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年代如此久远 且保存环境恶劣的古墓中 能有如此完整的文字记载 在考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这些文字不仅能让专家了解到 墓主人的身份奥秘 更有可能揭开一段千年前未知的密文 随着对墓毒的清理解读 专家发现 上面记载着是汉朝时期 唐义县户口土地税收信息 还有记录着墓中陪葬品的清单 从清单上可以看出墓主人的随葬品数目繁多 且渐渐都十分豪华 可惜是因为年代久远 所记载的大部分随葬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通过这份清单 专家也弄清楚了墓盒的来历 以及墓主人的身份 放置墓主人头骨的墓盒被称为温明 温明是汉朝时期特有的高规格葬具 在历史上 有关于温明的记载 只有皇帝赐给霍光的东元温明 普通人家的百姓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并且这座墓中所出土的温明 是现今存世最为精美奢华的 温明四周全部嵌满了琉璃 在琉璃之上还包满了金箔装饰 同时他的问世也彻底奠定了温明的作用 而温明下方的神秘数字的作用 此时揭开了答案 原来这些墓迹是用来记载 各个墓板之间位置的数字 紧挨着墓读旁边的是一个簪笔 簪笔顾名思义 既能作为簪字装饰 还可以用来书写 簪笔笔馆上雕刻的图案也十分的精美 线条也十分细腻流畅 从这件簪笔上 也可以看出汉人的审美 从开始的大方粗犷 逐渐向细腻开始转变了 这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史 也是十分重要的辅助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座雁台 而让专家疑惑的是 墓读上记载着 这座大墓的主人生前 只是唐义县的信令 一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 在死后 怎么能拥有如此高规格的藏具呢 但理疑问 专家开始对墓读上记载的其他文物 进行发掘 一件铜镜被清理了出来 铜镜在古代一般是用作祭祀使用 在墓葬中只有王侯贵族 才有权用来陪葬 本以为这件铜镜是重大发现 没想到接下来的文物 让专家更加惊讶 在对墓主人头骨提取时 专家发现了一柄装饰精致的 还手刀 还手刀由金丝缠绕 刀的制作工艺 更是让专家眼前一亮 墓主人头骨上方还有一顶的乌纱帽 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 已经变得腐烂不堪 但也印证了墓主人生前为辉煌的官员身份 在关内水全部流干之后 专家发现墓主人的尸骨竟然全部都成黑色 好像是中毒而亡一样 但专家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就被棺果内的一道红光所吸引了过去了 红光在乌黑的尸骨和淤泥之间十分躲目 清理之后发现这是一把 由整块和田玉打造的玉剑 剑身长超过一米 玉剑上雕琢着精美的花纹 但是因为在水中泡了2000多年 遭到严重的腐蚀 专家也不敢贸然的打开 使得我们现在依然无法看到这把玉剑的真容 此时专家开始清理墓主人的头骨 而不出意外 墓主人的头骨也通体漆黑 只见墓主人的胡子保存的十分完好 大约有20公分长 并且墓主人的头发也保存的十分好 为了将墓主人身下的纹目清理出来 专家决定将墓主人尸骨移出 就在这时专家在墓主人身下 摸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入手的触感滑滑软软 这让考古专家惊出一身冷汗 他担心摸到的是墓主人的眼球 在拿出之后 专家发现原来是墓主人口中掉落出来的包金龙珠 随后又清理出了一个由金箔包裹的瘦型枕 整体做工栩栩如生 瘦手十分威严 将尸骨完全取出之后 关内除了一片淤泥之外 还有着两枚玉印 专家经过辨认后发现 上方刻着萧义之业和唐义之业 这代表墓主人竟然曾出认过这两地的县令 最后在关内的角落中 专家终于找到了墓主人的私人印章 这面印章比前两枚更为精致 整体包金相遇 上面刻着墓主人的大名刘刺 最后专家在棺材最底部 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金龙玉席 通过现在玉席的样子可以判断出 在当初它应该是被金箔铺满 十分的富力弹簧 这种高规格的玉席在国内也是属于首次发现 由此也能确定 刘刺本人一定和西汉皇室有着紧密的联系 整座大幕无论是藏制还是随藏品的规格 都刷新人们对于西汉古墓的认知 而刘刺本人到底和西汉皇室是什么关系 也需要考古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